大作文是占分比率更高于小作文 那高多少呢 哎呀我小作文多写 写好一点 写到7.5 那我大作文写到6.5 最后还是背不过来 怎么快速的完成你大作文 然后再用15分钟写小作文 就是你要简化这个事情 而不要复杂化它 好咱们先说这个写作啊 雅思写作的时间如何分配 然后大作文的框架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大作文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说大作文他考官要求 你怎么去写啊 或者是你应该是正式的写啊 非正式的写啊 还是快速的写啊 有什么样的要求 一会简单会讲一下啊 然后第四个就是大作文如何去 快速的brainstorm 因为很多同学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就发现最后写的特别慢 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么慢呢 他的答案就是 我可能没有快速的去brainstorm 然后我brainstorm的时间太久了 太长了 这个能不能练呢 当然有很好的方法 进入今天的正题 写作时间如何分配 上过雅思课同学可能都知道 传统意义上 我们的老师都会叫我们 小作文最多花20分钟 大作文40分钟搞定 大部分老师都会告诉你 先写小作文 再写大作文 对吧 没错 是这样的是吧 好 首先呢 就是刚才那个时间 大家看出来这个区别了 是吧 刚才那是20分钟 现在怎么变成15分钟了 是吧 小作文15分钟 那在盖尔雅思呢 我们的学生 尽量被迫啊 就是15分钟搞定小作文 那我们会逼着他 15分钟写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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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brainstorm 快速写完 然后呢 给大作文多留5分钟 大作文写45分钟 OK 当然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大作文不好写 对吧 就是说brainstorm 再加上整个写这个四段试号 五段试号 不好写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这是当然是一个借口啊 第二个原因呢 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大作文 是占分比例 更高于小作文 那高多少呢 他其实是这样的 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区别 OK 也就是大作文是三分之二 小作文只占三分之一 那我花了更多的时间 由于有很多没有经验 或者没有考试经验的同学 第一次去考试 花了30分钟写小作文 然后呢 留大作文只给30分钟 最后没写完 那最终的成绩 你觉得好得了吗 肯定好不了 对吧 因为小作文占分比例比较少 那小作文和大作文 应该怎么写呢 你都可以先写大作文 对吧 你完全可以先写大作文 尤其是机考的同学 为什么呢 因为机考速度快呀 对吧 那小作文在纸上写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不放心嘛 就是先写大作文 然后再回来小学 不放心 有的时候比 比头没这么快 这时候呢 可能最后只留了10分钟 写小作文 也是写不完 那如果是机考的话 完全可以 直接先写大作文 OK 好 那我讲明白了吗 大家明白了是吧 小作文和大作文的这个 传统的要求 和现实中的要求 OK 如果你 做不到小作文15分钟 写完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能理解吗 你需要去练 OK 老师需要去告诉你 正确的方法 然后这样去练 大作文写15分钟 应该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分数 一个时间 再加上一个 很好的词汇的展示 替换词的展示 包括分段 一会我会讲分段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就顺手点个赞 转发给身边的小伙伴吧 别忘了订阅Lawrence老师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持续关注每周都会更新的精彩内容哦 所以大作文占三分之二 那很多在多伦多之前 我们需要培训学生 8777的时候 那个时候竞争比较激烈 那我的口语要7 我的写作要7 如果我写作是7分 那我就比我自己的6.5分 移民加分分数超过32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32分 对 就是32分是什么样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很大的一个优势 比如450多分到480多分的一个 移民的分数的一个突破 对 意义就是这么不公平 语言好的同学就是很高分 那你怎么才能做到7分 就是大作文要写到7分 小作文写到6.5就可以了 能理解这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关系吗 大作文写到7分 小作文写到6.5 就完全可以了 很多同学是粉末倒置的 哎呀我小作文多写 写好一点 写到7.5 那我大作文写到6.5 最后还是背不过来 你自己可以算一个这个math 好 然后大作文框架啊 简单说一下 很多人都有知道了 就是说这个大作文 咱们写四段试 四段试写作 但很多同学就好奇啊 纳闷 怎么是四段试 我们以前在学语言的时候 尤其是在语言学校学的时候 是五段试啊 老师你怎么写四段试 因为四段试简单啊 四段试简单 对吧 我在教课生涯当中 大概十几年 那我只见过一个学生 写五段试啊 只不是只见过 是只鼓励过一个学生 写五段试 因为他不会写四段试 因为他的那个 五段试写的贼好 特别好 所以呢 我就鼓励他 怎么样 写五段试 并且呢 我要培训他 如何快速的想出 帮帮帮 三个reason 或者是两个reason是正 一个reason是反 我会告诉他这个方法 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 90%的同学 100%的完全可以 absolutely就写四段试 OK 因为算是简单 你怎么凑呢 很简单 总就是你的开头 30个字就可以了 结尾20个字 加一起多少 50个字 然后呢 第一个body段 就是分音 是100个字 凑 写不完 用什么 for example 用例子去凑 第二个原因呢 或者是第二个解决方法呢 就是100个字 两个body段 各100字 100字不多 大概10个字 一行的话 就写10行 对 一个for example 可以凑30个字 那我之后会教大家 怎么去凑这个东西 就是我写完了70字了 我实在写不出来了 那我来一个for example 来一个复合复杂句 对 所以四段试 是比较经典 而且比较容易 很多同学说了 老师反问了 哎 老师这个所有的题目 因为雅思写作 有很多种题啊 问what's your opinion啊 问agree or disagree 都可以写成四段试吗 我的答案是 absolutely 所有的都能写成四段试 也所有的题 也能写成五段试 但是咱们肯定是选择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时间有限 对吧 雅思是一个小时 写两篇作文的 那两篇作文是完全两个大脑 一个是比较学术性的 一个是比较生活性的 对吧 我指的生活性 指的是letter writing OK 所以你怎么去快速的 去跨界的这样去写 怎么快速的完成你大作文 然后再用15分钟写小作文 就是你要简化这个事情 而不要复杂化它 很多同学学完之后 就感觉越学越不明白 越学越累 是不是 就是我特别想写好 但是你不需要写的特别好 你只需要写到 OK 能过就行了 然后呢 慢慢的去build up 你因为读的少 所以你写不出来 对吧 如果if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writing skills 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read more and then write more 你就是凭空的去写 是没有用的 OK 回到主题 就是四段式 大家明白了吗 好 四段式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现在我给大家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例文 它写的比较好 但是你自己写不用写这么好 就是总 就是30个字就行了 30个字大概两句话 结尾一句话 搞定 OK to conclude 看到那个结尾词了吗 每次写作的时候 给我写上那个字 to conclude 因为你没有写那个词 他认为你的body段还没有结束 他认为你写三个body段 所以你要写一个in conclusion 或者叫to conclude这个词 OK 这样表明这个是结尾 中间两个body段 各100字 100字呢 你写多少句话呢 就是六七句话就可以了 六七句话可以了 搞定 然后呢 第一个是reason 第二个solution 比如说第一个是agree 第二个是disagree 而第一个是什么 这个左面的思想 both views 那个左面 然后呢 第二个body段是右面 就是这样写 就是四段诗 清晰明了 OK 大作文的要求呢 有很多 怎么说呢 因为那个同学问的问题呢 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说 他说什么样的句子 适合写在大作文里面 OK 比如说下面这句话 你觉得适不适合 informal指的是非正式 非正式的在口语里可以去用 对吧 在口语里可以用 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呢 他要求咱们写的是 这种formal writing formal writing的意思就是说 写正式的句子 或者写的比较文雅 或者是比较高级 比较高端 不是咱平时一张嘴 就说出来的那种句子 比如说这句话 the bad air 那个bad air是可以的 OK在口语里 完全没问题了 from the car 对 那其实你想说的是 car exhaust 或者叫car emission 对吧 或者叫carbon emission 对 但是你说那个bad air from the car在口语 当然可以了 对吧 就是你平时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是可以的 is bad for health 当然你可以说了 口语里可以说了 但如果写在写作里的时候 这时候你需要去注意 把你的单词 要变成正式的单词 好 咱们的例句是 emissions released from automobiles 这就明白了 是吧 cars 不专业 或者是不正式 cars 变成vehicles 变成automobiles 大家帮我拼一下vehicles 考雅思 考拼写 vehicles 加s 帮我拼一下vehicles 他念vehicles 但是有的人念vehicles 因为有个h 是吧 好 汽车 要不能说car 要说automobiles 或者叫vehicles 那你的汽车尾气呢 你要变成emissions 很多人 不太确定这个词啊 就是emission emission不是任务吗 no 任务前面加个e 就是排放的东西 当然排放东西是各种各样的 有什么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 各种东西 所以他可以加s 很多人就觉得非常amazing 这个明明是气体 怎么还能加s呢 英语就给你加了s 他认为是各种各样的气体 比如说fishes 他就可以加es 就是各种各样的鱼 emissions 就是虽然你数不到 或者是没有办法做称重 但是呢 他是可以加s的 emissions release 不是from released from release 就是排放的意思 对吧 排放 所以他说的更文雅 emissions release from the automobiles are bad bad的不行 变成harmful 当然你可以变成 什么detrimental 就是对你的伤害 detrimental 而对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general health 你的fitness 都有很严重的 negative impact 当然都可以 对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写法 但是你只要记住了 写大作文 你要写的更怎么样 正式 更formal 就行了 OK 所以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这句话 emissions release from automobiles are harmful to general public 或者是 are harmful to the health of the general public 对吧 这个就是协作那种状态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就顺手点个赞 转发给身边的小伙伴吧 别忘了订队 别忘了订队 Lawrence 老师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持续关注每周都会更新的精彩内容哦 OK 好 那在盖尔上课的同学呢 咱们都会有一个pdf的一个文件啊 你看到自己的邮箱里就有专门的讲这个词汇 讲这个句子或者讲这种词配词搭 这个呢有中英文对照 这个特别好啊 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只做了英文 后来呢发现中英文对照这种感觉特别好 因为你多读这种中文 找到那种tone 那种语调 语调就是formal的语气 水污染 water pollution 环保的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到很近的时候 就是我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最近几年我才意识到 我之前一直在说environment friendly 那我一直说的是错误的英语啊 就是bad english or bad grammar 应该是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因为environmentally指的是什么 副词对吧 副词 副词adward修饰什么 friendly这个形容词 所以环保的是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K 那环保材料呢 叫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 你看这有词组词配词搭 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词组 直接找一个句子 对吧 we can protect our environment by us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terial 这些句子都是我们自己的写作老师 我们当时的口语老师 自己编的教材 OK 所以如果大家用的话 完全可以有没有问题 直接可以把它直接引用到我们的写作里面 大作文里面 对吧 当然我也建议同学们一直在抄立文 或者是读立文 亚思思培 esl 我们的九分名师团队集成提供权威服务 加拿大留学移民 我们的持牌顾问提供免费咨询 精准评估 扫描视频二维码 anjo和小客服供候您 写作文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要求 其中一个是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 这个呢 我今天就不多去阐述了 就是它有语法的要求 正式词汇 刚才对吧 词汇 替换词 替换词 一会我会专门讲 替换词 名词 替换词 形容词 替换词 动词 这些东西 OK 好 然后呢 这个是大家都想听的 就是如何快速的去brainstorm出一些ideas 是不是 因为咱们从小就没有去被鼓励去做这个动作 对吧 就是咱们从小也没看这种雅思作文啊 或立文啊 在接触雅思之前 在国内的那种教育的 可能没有不需要你去brainstorm这些社会性的问题啊 social problem 对吧 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就行了 但是真正的这个 brainstorm的方法呢 今天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啊 今天给大家讲 triplee加上t triplee加上t 是我发明的一种方法 非常好 好 那triplee加上t之后呢 我们会练习一两道题 聪明的同学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叫triplee加上t 每个e都代表一个生子 对 一个生子 因为咱们知道啊 这种题目 这种question 这种topic 它都是什么 社会问题 是不是 social problem 对吧 然后呢 人们现在怎么样了 对 人们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这个家庭的这种parents 包括女性 包括男性都要出去工作啊 long hours 每天都加班 没有时间陪孩子了 没有时间陪老人了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应该怎么去解决它 对 雅思作文都是这种定性的啊 这种定性的 或者是穷国啊 或者是有钱的国家啊 应该怎么去帮助穷国 对吧 旅游是不是应该被限制 因为它污染环境了 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种问题 我们一般情况下 triplee呢 是有代表性的这种 ideas 或者是它的topics 的那种 theces OK 比如说第一个呢 economy economy啥意思啊 OK 你直接记这个就行了啊 economy就是money 就是钱 OK 对经济有没有影响啊 是不是用钱可以解决啊 对吧 这个economy是一个 你第一个应该去想到的一个意 就是money money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 是不是会在money上有优势 或者是会减少reduce你的收入 这个income 这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叫environment 对 这两个是有点矛盾的 所以你可以同时去想啊 就是environment就是 我我我我去promote我的economy 与此同时呢 我可能会sacrifice牺牲我的environment 是不是 对 这就是我们需要跟那个不丹 那个国家学的 对 它的旅游业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它并没有去destroy 或者是reduce 它的这个environment 这个sacrifice 所以没有sacrifice environment 同时呢 它还可以去做自己的这个 很好的一个收入啊 increase income 这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environment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 全球的global这个problem 你可以想这个啊 这个点 然后呢 employment 这个是不是很多的politician 很多政客 尤其在西方 经常会说啊 jobs I've created many jobs 对吧 就是说我做总统的时候 我创造了多少工作 你怎么不说你做总统的时候 丢掉了多少工作 对吧 就是说有两面性啊 employment等于jobs 工作啊 是不是对你的工作会好呢 会不会给你增加收入呢 会不会破坏环境呢 这就是咱们说的triplee 一会儿我们把这三个概念去apply进去啊 感谢您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的话就顺手点个赞 转发给身边的小伙伴吧 别忘了订阅Lawrence老师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持续关注每周都会更新的精彩内容哦 好 t呢 我就直接说了啊 时间关系 ok technology technology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科技 对吧 经常题目里有科技 但是有的时候 难不可以用科技去解决问题 比如说犯罪率 crime 对吧 前两天有个同学说了 哎呀 运气太不好了 考了crime 啊 考了犯罪 crime是A类的同学可能会遇到的 对吧 很多同学就觉得 哎呀 这个遇到crime 怎么写啊 很简单 两个方法 还有一个意识 education 教育 对 我今天就是想写三个意识 就是为了让大家去快速的记住啊 我先把第四个一言写出来吧 education 用教育的方法 对吧 用教育的方法 用technology的方法 去reduce这个crime 比如说城市里有很多的犯罪率 那我怎么降低这个犯罪率 那比如说我们就会去通过教育的方式 对吧 after school program 可不可以 technology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用追踪器啊 或者我们用这个摄像头啊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方法 我可以去追踪啊 可以管理 所以technology也是其中的一个 economy environment employment 和education 是再加上technology 是完全可以去应用到之后的题目里面 第一题有点长 咱们直接第二题啊 还有第二题 people nowadays change careers 改变工作 是不是跟employment有关系 但是employment是咱们想说的idea点啊 and places of residence very often 他经常是换地方住 换职业 有的时候是同时换的 对吧 就是因为工作我要走 is it positive or negative development 这个道题呢 是问你 他是好的 还是坏的 development指的是一件事情 他是好事啊 还是坏事呢 然后你可以说 四段事 对吧 然后好处在哪 两个好处 不好在哪 两个不好 然后你的观点是好大于不好 或者不好大于好 都行 OK 所以你觉得有什么好的 他对什么好的 哎 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说了啊 你收入会变高 没错 就是这样 对吧 很多同学都是这样 就是说可能收入没有增高 但是同样的收入 我可能去了一个小城市 我的成本怎么样 降低了 是不是 所以跟钱有没有关系 就跟钱绝对的有关系 你可以说收入增高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以前在多伦多工作 现在呢 我去了纽约工作 那我的收入怎么样 肯定是会增高的 对不对 就因为美国配这个给员工的钱 要比怎么样 加拿大要多 他不多的话 他也是美金换算起来 也会更多一点 对吧 所以change career 第一个你要想到钱 第二个呢 对你的职业是不是会提高呢 对啊 因为我换career的目的是什么 promotion 或者换一个新的一个岗位 学到更多的东西 education 对吧 得到一些experience 然后对我的employment 是这个增加的 啊 这就是positive OK 那当然这个钱 你可以说不好 因为你比如说换工作 或者换地方住的话 你需要去搬家 这个resettlement resettlement这个fees 是有的时候公司是不给你的 你需要怎么样 自己去花 有的时候你需要扔掉很多东西 对吧 throw away many 什么 呃 就是说这个furniture you have to buy new things 但是很多东西说 老师那你能这样写吗 这面写增加钱了 这面写 有浪费钱了 当然不能自己 两边都占了 是吧 那所以 只是一面说这个 呃 就好了 对吧 我change career change career 可能是有更好的一个 呃 环境去生存 对吧 你可以指着这个environment 对吧 比如说我从一个 就是小一点的城市 去换到一个大一点城市 哎 我更方便了 是不是 你可以说这个living environment 更好 你能不能加上people nowadays 换环境 为了孩子 也行 但是有一点点跑题 对吧 因为你把这个people 更怎么样specific的话了 对吧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 people指的是 generally speaking这个people 所以很多老师会教大家 就是说在口语里面 我们说all people young people 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在写作里面 千万不要 就是说写写作的时候 people把它分成young people all people 因为他并没有说young people 很多同学就加了一个young people 就跑题了 能理解吗 这叫off topic OK 所以就是用这些点 triple e 再加上team 就可以完全的是适应 去应用到咱们的 breeze storm里面 OK 好 那咱们看下一道题 第三题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rich countries 或者叫wealthy nations provide poor countries 穷一点的国家 你看 非洲国家 或者是那个菲律宾 前两天有那个 什么样的问题 对吧 就是 有钱人的国家 就像g20这种国家 加拿大 美国 欧洲这些国家 with other types of help 就是帮助他 用其他的方式 rather than 而不是用money 你看 钱出来了 对吧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你就说 就用钱 钱多好 钱可以 帮帮帮 写两个到三个原言 对吧 就是economy 已经出来了 那如果穷国 我不给他钱 我给他什么呢 我给他什么呢 你想一想 刚才那个意 就是我要给他工作 我要给他教育 我要给他盖学校 我要给他建立工厂 让他们怎么样 有技能去生存 对吧 我给他道明 还不如怎么样 教他如何去grow 这个这些东西 所以如何去grow 是不是technology 我教他怎么去做 是不是education 我盖一个厂房 factory 是不是jobs 所以你看这个 triplee 或者叫quattroe 就四个e 和t是非常的实用的 就是如果你脑袋里 有最基本的triplee 加上t 你再去写作业 或者再去写写作 你就觉得比较simple 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懂得见吗 好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相信各位对戈尔雅斯 已经有了一个多角度的 全面的认识了 当然 在这样一个 简短的视频当中 为你呈现的内容 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 我们更希望的是 每一位 备考雅思的同学 都能够亲自来感受一下 盖尔雅斯专业高校的 细致入微的教学服务 首先 我们的课程 会针对每一位学员的 不同程度 尤其是你的弱点 进行一针见血的指导 我们盖尔的老师 也会提前为你做免费测试 然后根据测试结果 安排课程 让每一节课都有地放失 确保每一位学员 在短时间内 能够快速提分 我们的课程 分为线上和线下 线上教学 盖尔老师们 会和你通过Zoom实时交流 老师除了会带给你 深情并茂的教学之外 还会把课程的重点 梳理成教材和讲义 分享给你 所以说 每一位学员 都会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教学效果也是事半功倍 同时 所有盖尔雅斯的学员 都会有专属自己的微信群 在微信群里 可以24小时 一周七天的提问 老师会留作业 并且会监督作业 最终会安排模拟考试 让考生在考前 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杜绝有任何的surprise 好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 关于雅斯学习的问题 请不要犹豫 马上联系我们 我们盖尔雅斯的九分团队 在这里等着你